《鬼吹灯》里的精觉古国 历史上确有原形 它是如何被发现的 有人说精觉古国的消亡源于战争 也有人说是环境的恶化 究竟什么才是它消亡的真相 而地处东南沿海的东欧古 其消亡之谜又揭开了 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冠之 《鬼吹灯之精觉古城》 不少朋友都看了 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 精觉古城据说那里 是有着数不尽的宝藏 而为了找到那些宝藏 主角叫胡巴依 他们这一行人吧 历经千难万险 最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 寻得了他们期盼已久的 精觉 历史上真有精觉古城吗 我跟你讲啊 历史上不光有 它比剧中所描述的 还令人着迷 啊 这 何出此言呢 咱们先说说这个精觉古城 是怎么被发现的 影视剧里 精觉古城的发现呢 源自于一次意外 说是一位英国探险家 率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 找到了这个精觉古城 编剧呢 还是做了点功课的 真实的精觉古城 其实也是出于一次意外吧 被发现的 而且也跟一个英国人有关 谁啊 咱们熟知的敦煌大道 斯坦因呢 那是1901年1月 斯坦因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 沿着丝绸之路南道 对新疆进行全面考察 有一天在当地一个村民家里边 斯坦因发现了一块 屈卢纹的木毒 斯坦因很震惊啊 为什么 屈卢纹是公元前三世纪 印度孔雀王朝 阿裕王时期的文字啊 但是在公元四世纪中叶 就已经消失了 消失已久的文字 居然出现在了新疆 斯坦因当然震惊了 他立刻出高价收购 然后让村民呢 带他去寻找发现木毒的地方 找到了吗 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 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南原的尼亚河畔 看到了一片废墟 当时的景象 令他目瞪口呆 他这样描述道 屋语厅堂内 有雕刻十分精美的木椅 没开封的屈卢纹文书 还整齐地放在屋内墙壁旁 房屋的立柱 门板窗户 屋外的栏杆和室内炉灶 烤囊炉 还在当年位置安然如故 井然有序 就连储藏室里厚积的骨子 似乎都还有橙黄颜色的痕迹 听起来仿佛很虚幻对不对 沙漠当中竟然还存在这样的遗址啊 然而他就真实的 确实的存在着 斯坦因如获质宝 其实都不能说如获质宝 他就是获得了质宝啊 立刻进行了盗决 半个月的时间里边 他找到了几百件驱颅文木毒 几十件木简 以及铜镜玻璃器 木雕 丝毛织物 漆器残片等等 许多的珍贵文物 并将它们盗运回了英国 那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斯坦因很好奇啊 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五年之后 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十月 斯坦因再次回到尼亚 进行盗决 而在盗决的过程当中 他注意到一些木简上写着汉字 而汉字当中有一个词 被多次提及 什么呀 就是惊绝二字 斯坦因很敏锐啊 因为来之前 他详细了解了新疆当中的历史 注意到汉晋时期 有惊绝国这么一说 于是就想 难道这里就是惊绝古国的所在吗 1931年2月 斯坦因最后一次进入尼亚 这次一枚汉简上 汉惊绝王成书从几个字的出现 让他再次确信 尼亚遗址就是惊绝国固执 斯坦因的判断到底对不对呢 此人倒觉中国文物确实是可恨 但是他的判断还是很精准的 不光这位啊 我国著名的学者王国为先生 在研究了木简之后 认同他的观点 后来的考古呢 也证实了这一点 您看 这是考古人员 从遗址当中出头的木简 上面刻着太史五年 太史是西晋五帝司马延的年号 他的出现印证了文献记载的 惊绝古国的存在年代 确实是中原的汉晋时期 斯坦因的发现 将惊绝古国遗址 带到了世人的面前 那么真实的惊绝古国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翻阅史料 文献对于惊绝国的记载不多 说汉朝的时候 朝廷把西域的势力划分为西域三十六国 惊绝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个国家呀 比较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只有四百八十户 三千三百六十人 然而 麻雀虽小 是五脏俱全 惊绝古国 因为地处 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 因而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中转战 石地的发现 大大丰富了史料记载 考古人员不仅在遗址之内发现了房屋遗址 墓地 佛寺 果园 处卷 池塘 桃窑 和冶炼遗址 等等遗迹 同时还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宝藏 比如 丝制品 这是 事无极锦 这是 安乐秀 这是 王侯 和婚 千秋万岁 遗子锦 尤其是这件汉代的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当时是轰动了学术界 为什么 咱们都是中国人 龙的传人 对于中国二字 那是有着别样的刻入灵魂深处的情怀 是吧 各位知道 到这个丝制品出土为止 在我国已经发现的食物当中 有多少件出现中国二字的文物吗 很少啊 不超过五件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就是其中一件 此外 这件丝制品的出现 也说明中国古代天文学不得了 各位知道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什么意思吗 五星 金木水火土五颗星 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有力 干什么有力啊 大家看丝制品上这几个字 讨南枪 或是猪南枪 当时啊 中原王朝西部的劲敌 那是羌人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五星连珠的时候 中原王朝出兵 胜算极大 注意 五星连珠 那可很难得呀 但当时的古人这么描述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事可以预测 好 除了丝制品之外呢 遗址当中还有很多的陶器 青铜器 木器 漆器 残茧 宫石 等等各式各样的文物 也就是说 金觉国虽小 但是啊 它很富庶 殷实 而且 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很热闹 那么问题来了 自汉书记载 金觉国以来 此后的史记 对金觉国的记载 都很少 金觉国人最后 在历史上出现呢 已经是改名为 善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 也就是说 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富饶的国家 最终成为了一个死亡的废墟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有人估计要说了 但凡国家消亡 多半与战争相关 一开始考古人员也是这么想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金觉人在木检上 反复提到过 西南方的苏皮人 说苏皮人很野蛮 抢他们的奴隶和马 经常给他们带来威胁 战争一直就处在 这种一触即发的状态 而翻阅史料呢 苏皮国也确实很强大 双方之间呢 也的确发生过战争 金觉人呢 经常打败仗 但是这个观点 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怎么呢 假设金觉国是亡于战争 尼亚遗址应该 就是一个古战场遗址 当然很奇怪 考古人员不仅在遗址内 没有发现尸体 就连火烧的痕迹 兵器 哪怕是箭头 箭足 都没找着一个 不是战争啊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再次研究目睹 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说可能跟气候环境 恶化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出土的木检当中 考古人员注意到 金觉古国对于水资源的调配 是非常严格的 各种用水都需要官府的批准 如果浪费水资源 还会受到惩罚 甚至有砍伐活树 伐一匹马 砍伐树叉 伐一头母牛 这样的法律条文 为什么金觉人 在水的调配上这么严格呢 前面我们说了 金觉国处于尼亚河畔 而尼亚河的水哪来的呀 昆仑山上的雪水 那靠雪水生存 我们知道一旦气候发生变化 尤其是持续多年发生变化的时候 水资源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为了继续活下去 生存下去 迁徙那就是早晚的事了 这个推测到底对不对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人提出说反对 怎么呢 各位还记得斯坦因是怎么描述 他第一次见到尼亚遗址的吗 那是大岛房屋 小岛屈如文目睹 甚至连骨子呀 家具的位置呀 都没怎么发生变化 试问 如果是环境恶化导致的举国迁移 为什么各类文书和粮食 还整齐地放在屋内呢 京觉人没有理由 丢弃下官方的文件和粮食 落荒而逃啊 所以京觉国消失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个谜呀 各位如果有兴趣 不妨去研究研究 一次偶然间的发现 揭开了一个什么样的 有关东欧国的谜团 七国之乱时 东欧国遭遇了什么 以至于东欧王要主动提出撤国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京觉古国 接下来我们来说 另外一个神秘的国度 电视剧《汉武大帝》当中 有这么个情节 说一个名叫 东欧国的国家遭到邻国的侵扰 向大汉朝廷求助 大臣们原本都反对 但是汉武帝却不一样 他力排众议 说要援助东欧国 为什么汉武帝如此坚持呢 背后是有他的小心思的 当时汉武帝刚刚登基 没有什么威信 他想借机立威 而最终汉武帝也的确是 凭借援助东欧国一战 赢得了朝臣的佩服和尊重 汉武帝真的是凭借这一仗 给自己立威吗 关于这个问题恐怕是难以考证了 但是汉朝援助东欧国 历史上是确有其事 而且这场战役最终决定了 东欧国的存亡 那么背后发生了什么呢 东欧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话说 东欧国是活跃于 汉出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国 可对于它具体在哪 这可是个千古之谜啊 直到2006年考古人员 才揭开了这个谜传 怎么揭开的呢 话说2006年的一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接到举报电话 说有人在浙江温岭大西镇的 唐山村盗墓 放下电话工作人员就往现场赶 到那一看不得了 村北面有一个山间奥地上 真有一座古墓 而且规模不小 墓坑长约15.5米 分前后两室 前是4米多 后是7米多 一看就是延续了 中国古代建筑前唐后世的团团 谁的墓啊 做了这么讲究 由于墓葬被盗严重 棺果保存情况差 考古人员只清理出了 34件随葬品 然而数量虽少吧 东西却很讲究 圆圆的 这个中间这个小孔 外面是圆的 一个拖点的 那么当然这个是好东西了 当然看到也大家都会兴奋了 陈元甫说的那个好东西啊 就是玉碧 干什么用的呢 周里有云 以苍碧礼天 玉碧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 是身份高贵的标志 再有这些 纺青铜陶制乐器 别看它是纺制的啊 同样是身份等级很高的象征 墓主人到底是多么的有诠释呢 由于器物上没有名文 考古人员呢 就只能看文室了 像这种水锅文和碧点文 考古人员发现 这具有典型的乐器风格呀 在浙江温岭一带 和人所用的器物乐器风格浓厚呢 查阅过去的考古资料 考古人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突破 就是附近北部的明游国的资料 明游国考古资料很丰富 就是明游黄的一个城市 它在这里很多东西 我们把他们这个资料 就是发表的资料 资料去找来对照 对照发现跟他那个东西 我们出来的棺啊 碑啊 符啊 包括我们墓外出的一些 有了这个发现 再结合史料 有关墓主人的来历问题呢 考古人员心里边有谱了 怎么呢 闽越国啊 也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古国 具体为 能来自另外一个国度 什么呀 哪个国度 就是刚才提到的东欧国呀 对了 考古人员之所以这样推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就是在大墓发现之前 人们在大西镇发现过一处古城遗址 此前呢 学者们都认为 这是西州时期的徐衍王城 为什么呢 因为西州时期在今江苏 安徽以及山东三省的部分地区呢 有一个名叫徐国的国家 国君的名叫徐衍 都城在哪呢 据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 说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 大唐岭东 外城周十里 高仅存二尺 厚四丈 即徐衍王城也 然而这一次 当考古人员 将唐山大墓出土的陶器 跟大西古城遗址出土的陶器 进行对比的时候 发现不论是花纹还是质地 都非常相近 明显属于同一时期的东西 按照古城附近 必有古墓的规律 所谓徐衍王城的判断 那根本就是错的呀 它应该就是东欧国的一座城市 甚至不排除就是国都 那么好 如果墓主人是东欧人 他所在的国家到底是怎样的 结合史料 这个国家的面貌 就渐渐清晰起来 话说 汉出东欧国的建立 跟勾建的后裔邹瑶有关系 而且这个过程还不简单 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啊 秦朝末年 百姓不堪秦王朝的统治 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 起义风暴很快就席卷大半个中原 原本处于东南沿海的贵族和下级官吏 也纷纷起兵抗秦 这让东欧当时的首领邹瑶兴奋不已 为什么呢 各位有所不知 东欧在秦统一六国之前 其实原本就是国 然而公元前333年 勾建的后裔岳王吴江北上伐齐 由于听信齐国 说说克率军掉头攻击楚国 结果兵败身亡 吴江没有指定继承人 越国因此就分崩离析 他的儿子及各王族子弟纷纷自立建国 东欧国和敏越国就是其后人所建 不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他们又废除了王的称号 让秦始皇给废了呀 成为了部落首领 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 邹瑶为何兴奋了吗 这是一次复国的好机会呀 于是邹瑶就顺势带领百姓 转战各地 并且会同各诸侯 灭了秦国 那只是邹瑶没有料到 等项羽统领诸侯 分封天下的时候 又把他给漏下了 他又没有被封为王 所以他呀 就没有归附项羽 后来刘邦和项羽出汗之争 邹瑶就又帮着刘邦攻打项羽 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 又指封了邹瑶为海洋齐信侯 究竟什么时候邹瑶复国成功 再度被封王的呀 公元192年 也就是汉惠帝三年 惠帝三年 东欧国的邻国 敏悦国势力越来越强大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大汉朝廷开始削弱地方政权 决定封邹瑶为王了 并且强行把敏悦国的一部分土地 给了东欧国 史料记载 东欧王邹瑶 秦政爱民 善于管理 他改变了东欧人断发纹身 以蛇蛙鱼隔为时的原始生活 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 让温州在2200多年前 就成为了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商贸城市 而也正是因为邹瑶对欧月早期的 经济文化的开发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就被人推为了东欧的人文始祖 听到这儿估计有人要说了 既然东欧国发展不错 存续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这东欧国其实只存在了短短54年 就没了 发生了什么呀 起因跟我们多次提到过的 汉代的七国之乱有关 说汉景帝即位之后 由于各诸侯王实力日益强大 他就决定削藩 公元前154年 以吴王刘碧和楚王刘悟为首的 七个诸侯国 因为不满景帝的削藩政策 起兵造反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 虽然主要是七个诸侯国起兵 但是也有很多小国 卷入了这场叛乱 比如说就有东欧国 当时刘碧劝说 敏月王和东欧王一同起兵 敏月王婉言相聚 选择观战 然而东欧王 当时已经是邹瑶的孙子真父了 却被刘碧蛊惑的 答应出兵了 谁要仅仅三个月 叛军就被汉朝的军队 打得一塌糊涂 反叛失败 刘碧不服气 他逃到由东欧国军队 控制的丹土 也就是今天江苏 镇江的丹土区 招兵买马 准备东山再起 然而谁知 就在吴王刘碧 检阅部队那天 东欧王的弟弟 宜乌 跳出来把刘碧给杀了 为什么呢 原来汉朝廷得知 刘碧逃到东欧国 于是派人向东欧王施压 眼看吴王刘碧大势已去 东欧王真父决定 那就杀掉刘碧吧 注意啊 真父的这一行动 虽然换来了汉朝廷 对他的赦免 但却加速了东欧国的消亡 怎么呢 吴王刘碧被杀 他的两个儿子决定报仇 可是手下没兵啊 怎么报仇呢 前头我们说过 邹瑶被封为诸侯王的时候 汉朝廷强行把 敏越国的一部分土地 分给了东欧国 这就引发了 敏越王无诛的不满 所以呢 敏越国和东欧国 那就是一直有矛盾 于是刘碧的两个儿子 就千方百计的 怂恿敏越王出兵 讨伐东欧国 这次敏越王被说动了 公元前138年 强大的敏越国举兵 讨伐东欧国 东欧王真父自知 打不过敏越军队 无奈之下 派人求助于大汉朝廷 而最终汉武帝 也确实答应援助东欧国 不过跟剧中不同的是 这仗没打起来 为什么 得知了朝廷派了大军来 敏越王害怕了呀 总了呀 在汉军尚未到达之前 他就下令撤军不打了 东欧国也因此化险而为夷了 不过危险虽然解除了 可是真父他胆战心惊 他害怕敏越国再次出兵 这个真父是左思右想 想到一办法 那就是向大汉朝廷主动提出 内签这东欧王我不当了 汉武帝一想 反正你总是害怕 是吧 那不如干脆就撤了吧 所以最终真父率领四万多人 弃国而走 迁到了今我们国家江淮一带 东欧王真父也因此被将封为广武侯 至此东欧国正是并入中央王朝 消失在了历史舞台 想不到吧 东欧国居然是以这种方式 退出历史舞台的 当真是兴亡谁人定 盛帅很无常 好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